我俩是从单位相识然后走在了一起 感情非常的好 自从他染上了打麻将的恶习 从此我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以前在家总是使唤我 不是让我干这个就像我干那个 我爸就是说玩麻将只是为了放松一下自己 总是为了这事跟我吵吵 况且他跟他前妻有联系 他真以为我不知道 他现在和他的牌友经常出去 总是说同事聚会啊交友啊原因很多 成天的不着家我也找不到他 话说白了家里边一切事物都不去理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42岁来自黑龙江 公司职员有请陈先生 女嘉宾高女士41岁来自黑龙江 公司职员有请高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对面这位是你的 是我的老公 老公啊 老公 结婚多少年啊 结婚八年了 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吧 是的 怎么了你 我的爱人染上了打牌的恶习 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的天哪 这个打麻将我认为好像是我也不影响你的工作 我也不想影响咱家的收入 我是点赶周五周六或是周天的时候 闲鱼的时间打打麻将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以前吧得怎么说呢 以前话说白了说由于工作啊 有压力 累会累啊 说大家在手机上下个游戏 说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 这个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说后期呢 不是这种玩法了你知道吗 整天的玩是在手机上打游戏 打什么游戏呢 打这个麻将 每天天天打啊 不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天天打 只是说闲鱼时间 那我那个下班以后 吃完晚饭没啥事 我不愿意看电视 我可以打打麻将 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等于吃完饭您就打麻将 那您干嘛呢 我就熟识呗 盘碗一大堆没人熟识 告诉啥 老公你把那盘碗桌熟了 碗刷了呢 你有孩子吗 有 我姑娘是那什么 上上上 那个高中了 她不咋在家 就是每周的周五回来 周天走 就这样 但是不像她说呢 我做完饭可以你刷碗吗 现在不拿你平等吗 行 就是说的刷碗是 不是说的归谁归定的 说都是女人那活 这个可以不说 有些时候啊 我跟你说 我下班工作了一天 非常非常的累 其实回到家 真想吃的一口肉饭 以前给做 现在饭都不给做了 回家 冰箱里菜都没有 不是我不做 是我做的时候 你让我做了 我做完以后都不回来呀 我做完白做 还得我自己去买菜 回来再现做 再宅再洗 白做你说我还给谁做了 我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有的时候你做完 人家跟同事出去喝酒去了 还有一点 你就说我为啥打麻将 你心里没有数吗 因为他有的时候说 出去喝酒 有的时候加班 没有时间陪我 我们家就是啊 孩子不在家 就是我自己吧 我还不愿意看电视 我说下载个手机麻将 是为了闲鱼吃鲜 明白了 消解寂寞 对对对对 玩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有个尺度 你知道吗 是不是该干什么 该做什么 家务不能不管 孩子不能不管 对不对 孩子不是在家吗 孩子不在家 每周的周五回来 对呀 不能说那你玩可以 我也不是说不反对你玩 那你做呗 你知道吗 我做 我做像他干嘛呀 对不对 关键他是咋的 他现在有点 太淡白男子主义了 我家里还收拾得很干净 但是他每次吧 回来你知道吧 就是跟人家喝完酒回来 他直接得多呀 多了回来 一手吐到这儿了 你就得收拾 眼睛睡着了 那我不能说一年三百六十三万 总喝多总户吧 衣服可买了 对不对 好好好 现在就是在手机上打吗 还是说现实生活里也打 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手机玩不算了 以前在手机玩 给家还能看着眼 现在在家棘手了 都棋牌发展到棋牌室去了 有自己的生活圈 全是满有的 自己的生活圈 别说棋牌室 别说棋牌室 说到棋牌室 我更来起 我们去 我上棋牌室打麻将吧 他就个人 我跟他打麻将那些人 你知道吧 有我们的同事 还有以前的 就属于领导了啥的 还有认识比较熟悉的人 我是下班班以后 吃完晚饭 晚了去玩 玩到十一点就散了 你知道吧 马上差十多分钟 要散了 你知道吧 他进来了 我说你等我一会儿 马上就散了 旁边有一个麻友 不是弄这 你先让他说完 你再弄弄弄 好吧 旁边那个 我们也是一个麻友 说那个还说 大哥你再等十分钟 不差这十分八分钟 他一听就来戏了 嘎桌子给我掀了 当他掀了桌子以后 纪屋我去接我的爱人 然后他的麻友告诉我 说那个哥呀 姐妹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跟你送 我来接我姐妹 一会儿你给我送哪去 对不对 你给我送哪去 所以你把桌子给掀了 掀了 而且把桌子掀了 麻将打到你脸上了 脸上还抄着 给你干起来了 这打得还不算完事呢 回家借屋 把东西也拽了 把你们家东西还摔了 把我们家东西拽了 但是属于哪 关键的是吧 这个摔东西那个 展示篇别说这个 是啥呀 你们这个些 我感觉这七百使这些人 你们记住 你所说的 你们这个圈里边的人 我感觉他们 就是在合计火来 来欺骗我 什么叫合计火来 欺骗你我的人 给他出主意 那能行吗 就是说那 话说白了 给七百使玩 最近妈我还值得 有个地方你知道吗 就是你时间长了 或者啥的那样 晚了不回来 我还到七百使 还能找到人 对对对 好奇连人都找不着了 不是 怎么叫合伙 去哪了 上同事家玩 为啥呀 他老找 就害怕再打起来 夜不归宇 没有 就是十一 二点钟回家 他就是 经常撒谎 我没有撒谎 是他一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同事说 你就告诉他了 就是那个 在哪儿熟悉了 你现在是不是跟排友 走得比较近 关键是咋的 不是近 是非常的近 关键是 比我都近 不是 你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 你别兜着圈子 因为你动手就不合理 你知道吧 他怎么近 怎么非常近 平时话说白了 就是说得 像这个 我要是说的 说哎呀 喜欢说的 明天是你 调伙班 咱俩出去 溜达溜达 逛逛 包式 你要跟他逛街 现在排友是说 把他打电话 别说逛街的事 说起逛街事 我更来气 逛街都说逛街 男的和女的逛街 你说我买衣服 给谁看 不就是给他看吗 对不对 他我买衣服到那去 这个瞅了一眼 邪了我一眼 那个瞅了一眼 这个不行 要不拿瓶宽 坐在那个商场的门口 坐在你进去逛街 我这儿等你 不是 关键那个衣服 我是 那个衣服 我穿在别人身上 是天王他 但穿你身上 不是 你看看主持人 现在就嫌我吧 这个 他跟买友逛街 真的假的 真是你看 这我还能骗你吗 这我都 还有一次 抓住了 不是我说 不不不 你先把跟买友 逛街的事说完 是我们 那个一起打完麻将以后 大伙就是说 那个打完麻将 那什么 那个谁赢了 就上谁家吃饭 买菜什么 就在一起做 正好 这看来不是晚上打的 对吧 对 那是星期六 星期六 那是星期六 上午打的 上午打的以后 到了三四点钟 完了大伙就去逛街去了 说逛街完买菜 一起上他家坐 吃完完以后 晚上接着玩会 正好那时候 我姑娘不放假 我就跟他们去了 我们三个女的 一个男的 完了那个 在一起逛街以后 那两个人去买菜去了 正好我跟那男的再去走 他那个上 跟单位去买东西了 底下就撞着我们两个了 当时揪着一个摩领子 拎谁的 揪着那个 我跟他逛街 就我们一起的 那个男的朋友 就摩领子揪住了 要揍人家 又给 要一顿打 我接受不了 挺能打呀 不是 真的接受不了 打向玩的 忘乎说已 打可以 你怎么就说我骗他 你为什么认为 他没骗我吗 我怎么骗你了 你跟你前妻 出去干啥了 你老说你加班 出去喝酒 我不知道吗 我只是不说而已 我不想把咱们这个家 提到我前妻 这个我不回避 但是有一点 我想跟你说 你也是一个 当母亲的人 对不对 因为我呢 这是我的职责 虽然说离婚了 不在一起 但是我有责任 去抚养我的儿女 我并不是说 和我前妻 怎么的 我断思连 或者什么的 你知道 就是如何如何 这个请你相信 我绝对不够 你是不可以 直接告诉我 你们俩是再婚从组 是吗 对 你说的那女儿 是谁 是我的 是你的 那你那边呢 我的人是儿子 儿子 对 就是再婚从组 这个家庭 请不容易的 因为我珍惜我们的爱情 但是现在我也怎么明白 是你说她是 你到底是希望 跟我过年 还是想希望跟你前妻 你是觉得她跟她前妻 还有一些 武断丝连是吧 对对对 就她做了些什么 让你觉得她跟她前妻 武断丝连 关键是大姐 这眼神充满了期待 让我无比忐忑 我觉得我也不比你们生活经验更多 有更多的主意 我是觉得 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 没有太大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麻将 像个导火索一样燃起来了 大姐才借机 也是跟你发生争执 但是我在想 这个麻将也不是说不能打 但是咱是不是适可而止啊 你说现在身体是特好 打起来生龙活虎的 哪怕桌子粥了 那都没事 咱换个地方打 总要换地方挺不容易的 所以不如啊 咱换换时间 然后适可而止 把这个分寸调整好 大哥呢 跟前妻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也多跟大姐聊一聊 沟通一下 不要瞒着她 然后呢 你注意一下分寸 既然你觉得她和男麻友的接触 已经伤害了你 那你应该理解 如果你和前妻有过多的接触 她心里其实也不舒服 将心比心 我觉得这个事可能都好办了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卓琪老师 来 曲总 打麻将这件事呢 可以有两种定性 一种就是游戏 消遣 一种就是 慰藉 为什么要慰藉 就是心里是空虚 开始是在手机上玩麻将 对吧 玩游戏 那完全是一种游戏 快乐而已 对吧 赢了输了 然后就是一场游戏而已 但是没有 情感上 语言上的交流 到棋拍室 那是三缺一啊 在那里有存在感啊 那些有一帮人在约她来 又都是熟人 又有共同语言 在游戏桌上 可以谈很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一步呢 现在大姐上瘾了 因为她离不开那个圈了 因为她在那个圈里的重要 因为那里缺了她是不行的 就像以前 她在家里 那叫二缺一 缺的是谁 缺的是你 现在是位置颠倒了 所以该你去想方法 能让那二缺一 让她回来 绝不是能掀翻桌子 能搞定的事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战拉拉 玩牌这件事 我们不排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但是当你 这个兴趣爱好 已经极度地影响到你 正常的生活 甚至要用欺骗躲避 去来实现这个兴趣爱好的话 那它就不可以称之为兴趣爱好 也不可以称之为消遣的一个工具了 其次呢 因为您是一个妈妈 您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女儿是可以看到眼里的 我希望您的女儿看到的是一个正能量的妈妈 而不是每天东躲西藏 找地方打牌的妈妈 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对吧 不管是干什么 要顾及到自己家人的感受 然后顾及到自己的 这个整个家庭的 这个家风的培养 我觉得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对吧 先生就不多说了 刚才曲老师已经说了很多了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根结是在您 但是 要怎么样地改变之前的根结 您要好好地琢磨一下 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陆老师 曲伟就不了解了 对于那些麻将上瘾的人来说 在外面是三缺一 在家里是一缺三 对吧 反正有的打就行 我也掀过别人的麻将桌 因为从小 我见了太多的家庭 就毁在这张麻将桌上 你就想象一下那种场景 烟雾缭绕 几男几女 有家有家有口天天混迹在麻将桌上 一点责任心都没 孩子也不管 家里事儿也不干 一个有责任感的女性 在家里有干不完的活 有操不完的心 你心太大了 你完全没有深知到因为这个麻将 而导致到在家庭当中 你所缺位的责任 你必须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否则的话家庭就会这样就毁掉 至于大哥这边 自己的女人宁愿被108张麻将牌吸引着 也不愿意回家 这是一个男人的失败 你还别什么熊啾啾气 说明你没有魅力 说明你没有做好 他宁愿跟那冰冷的麻将牌 终日相伴都不愿搭理你 你没有魅力 你做男人很失败 如果一个女人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 宁愿整日东躲西藏 跑到外面 跟那群人在一起 那说明或多或少 你这个丈夫在家庭当中所起到的责任 以及能够给他带来的那种 安慰感 依靠感 不够了 知道吗 所以你也没什么好凶啾啾啾的 你都打不过一张麻将牌 你还揍人 所以说作为重组家庭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 男人是有责任 但女人的确在自律上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至于大哥这边 如何发挥一个男人的魅力 和一个丈夫的责任 让自己的妻子宁愿待在家里 叫都叫不出去 那就是你的本事 你好好修炼这个 好吧 就这样 成瘾啊 没成瘾就好办 这事很简单 这个 麻将是一中国挺普遍的话题 但是你现在这个打 把家庭打散了这是不对的 我倒回头就在想 就是四川有很多亲戚 也都打麻将 也没打的这个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没有 人家是怎么打 他就把它变成一个 你不是喜欢吗 变成一项家庭的娱乐活动 就是都来参与的 但是只是作为周末的一个闲暇 我们规定好 周末这一天 就是一家人出去到个农家乐 打一天麻将 打完就完了 二天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 你不能让麻将成为你的主流 这肯定是不对的 老师说的话都记住了啊 记住了 可千万不能那样啊 那样真是该骂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老婆 如果说你要能把 这个大牌的恶心戒掉 我会合乎你的辈子 我不是说戒不掉打麻将 我只是用这个来气气你 没了亮灯吗 回吧 谢谢两位 来请关门 请关门 欢迎我们的小孩童有请 不行吗 我以后不再打麻将了 我打麻将只是为了欺欺你 我其实特别在乎我们的家 谢谢 谢谢 行了啊 起亮灯吧 呵呵 哎呦 这拥抱的比摸牌可生疏多了 呵呵